大家好,关注逍遥记,带你感受逍遥世界,感谢观看本视频。 家里有个醋坛子,这种向全世界炫耀的快感从此跟他无缘了。 魏无羡拖着塞哀声叹气,忽然灵光一闪,朋友圈里把蓝占屏蔽,不就得了。 他顺手给蓝忘机设了个标签叫,我家有个醋坛子,设置完后美滋滋地发了个朋友圈。 今天迎来了第一千零一个女生向我表白,看来我一临老祖威风不解当年。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,他就收获了几百个赞和几十条评论。 蓝锦衣发了个赞叹的表情,我以前被威武,江城也留言了,行了行了,你小子不吹牛能死啊。 蓝锦衣在评论里付了赞的表情,魏公子一直是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。 聂怀桑十分的嫉妒羡慌恨,魏兄啊魏兄,我怀疑我的桃花蕴都被你截胡了。 一边翻着朋友圈,一边给大伙回复,一个时辰已过去。 忽然,蓝思追给他发了一条私信。 魏前辈,我刚才看到韩光君脸色不对,他已经向静视走去了,您要当心呢。 魏无羡大胆咧咧地回复,哈哈,不会有事,我已经把他屏蔽了。 刚回复完信息,只听吱咽一声,静视的门开了。 一道高大的白色真影,掀开门帘走得过来。 蓝王记道,魏英,你过来。 魏无羡拉住被子道,你自己过来。 于是,蓝王记举一步朝他走去,一把掀了他的被子。 蓝湛,你干嘛? 听说有一千零一个女生向你表白,魏无羡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,脱口而出。 你,你怎么知道的? 我明明已经把你屏蔽了。 蓝王记深吸一口气,揪起他的衣领,冷声道,还敢屏蔽我。 是啊,我屏蔽了你,你怎么知道的? 要说魏无羡神经大条,还真是名副其实。 危险已经蔓延到了耳边,还浑然不觉。 拿起手机一看,糟糕,酿成大错了。 蓝王记有两个号,大号叫蓝湛,小号叫蓝王记,他光顾着把大号屏蔽,忘了屏蔽小号了。 蓝湛,这,这,这。 魏无羡尬笑着挠着头,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 蓝王记面无表情地把他的手机拿过来,翻开标签的分组设置,一个个往下看。 忽然眼睛猛的一睁,只见魏无羡的联系人分组里,有这样两组标签,一个叫我家有个醋坛子,放的是大号蓝湛,另外一个叫我家有个大猪蹄子,放的是小号的蓝王记,两个号都被他设置了标签,不知是何时见的。 然后这个家伙只屏蔽了其中一个,蓝王记正是通过小号,偶尔看到那个朋友圈的。 蓝湛,魏无羡见他铁青着脸,一言不发,心直再见难逃。 立刻做乖巧状,双手投降道,我去抄家规行不行? 蓝王记道,家规,便宜你了。 那那那,你想怎么惩罚我? 蓝王记微微一笑,你就向前迈了一步。 你说呢? 铃儿,群出魏无羡。 魏无羡见了很多群,有的群里有几百号人,有的只有三四个人,七八个人。 几百号的人的群,有姑苏听学群,有蓝氏小辈群,还有云梦江式的晚辈群,蓝铃金式的家族群等。 所有的大群他都是群主,因为江城蓝王记精灵等人比他忙,没时间打理,就把群主的位置都转给了他,都是自己人怕什么。 三四人的小群一般是私人群,比如他和江城精灵三人建了一个群,叫丝燕梨群。 他和蓝王鸡蓝丝追三人也有个群,叫九别重逢群。 他和蓝锦仪,蓝锦仪三人又有个群,叫乐陶陶群。 他和其他家族里一些爱吃和玩乐的小孩们也建有一个群,叫吃货群。 这个群很热闹,经常会一起冰单买零食吃。 他和十几个经常犯错误的蓝氏小辈也有个群,叫润针钞家规群。 这个群有个群规,凡是犯了错误都要进群,三个月内表现良好就可以出群。 入群的都是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孩子,所以这个群里非常热闹, 以致很多小辈到了三个月都不愿意出去。 魏无羡迫不得已做了个会员制,每个月必须支付五文才可以留在群里。 做了会员制,他们依然不愿意退群,也是奇葩了。 所有的小群,群主依然是魏无羡,所以他现在也大忙人一个了。 每天从早到晚盯着手机,都没有时间跟蓝忘机说话。 蓝忘机无奈只能强制性剥夺他的手机。 蓝战,手机给我,没有我,孩子们都群龙无手了。 魏无羡伸手去抢手机。 无奈,蓝忘机比他略高一点,他总是够不着。 讲来讲去,都会被摔倒在榻上,被吃抹干净。 这样,过了半年之久,魏无羡吃不消? 心想,算了吧,我不做群主了,此去群主只为算了。 可是蓝忘机又觉得,让魏英做群主也不错。 一来他也不会无聊到去聊女生了,二来他有了更多的理由惩罚他。 魏无羡伸生心好动,来到姑苏蓝室求学后,不消一日便与众少年混熟了,把所有人的微信都夹了一遍,还跟蓝忘机打了一架。 聂怀桑道,魏兄,那蓝二公子冷冰冰的,我见到他就直打颤,你竟敢跟他打架,胆子真大呀。 魏无羡笑道,怕他做生,不打不相识嘛,我还加了他的微信呢。 少年们一听,叽叽喳喳围过来,哇,你竟然有他的微信,听说他谁都不给夹,巨人千里之外,你是怎么做到的? 魏无羡得意道,他不是监督我抄家规吗? 我甩来说,你让我加你的号我就抄,他不给,我说加了我,你就可以更好地监督我呀,他还是不给。 我就搜附近的人,搜到了他,跟他打招呼,他也不理我,于是我灵机一动,把我的头像换成了蓝锦人老先生的,跟他假模假样说了几句话,他信以为真,就通过我的好语申请啦。 少年们勃然变色,魏兄,你可真校长,自求多福吧。